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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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啊 对了 门口呢 好像有杰出员工竞选 我投你一票啊 谢谢你啊 哎呀 整天说要借了 要到处来放店嘛 一不注意 又冷点 真是拿自己一般了 哎 在香港 想请个顺眼的助手都找不到 哎 累得我头昏眼花的 咦 你拿的什么 啪啪啪 哎呀 小孩子别乱拿东西啊 快走吧 带上这边 你说什么 我还没嫁呢 二十块 谢谢 那 小姐 你别走啊 什么事啊 我怀疑你袋子里有没给钱的东西 你说什么啊 我是个一等良民啊 你这么说啊 我可以告你的 不过在你没告我之前的 请把你袋子给我看看 看就看吧 这是什么 哎呀 我不知道 不关我事的 我又没结婚 我才不用这些呢 所有的小偷被我抓到都不肯承认的 现在证据削作 母话好说了吧 报警了 哎呀 不要啊 我真的没偷东西啊 你别问我呀 姐姐 我跟你说了 叫你不要老去骂我嘛 哦 啊 她是你姐姐 哦 啊 是啊 不好意思啊 帅哥 因为她刚才又骂我 说我就知道拍拖 所以我一生气 就把那包东西放进去了 其实 不关她的事 你要抓的话 就抓我吧 是啊 是啊 我以后啊 再也不阻止你拍拖了 不过呢 你千万别作弄我了啊 啊 嗯 帅哥 你给一次机会吧 我只是一时贪玩 不是想偷 拜托你了 乔牛通常都是贪玩的 你也真是的 阻止你妹妹拍拖 哎 算了算了 下不为力啊 哎 是啊 帅哥 你真是个好人 你几点钟下班啊 我和姐姐在外面等你啊 哎 请你吃饭啊 嗯 真的 嗯哼 刚才啊 多亏了你啊 不然的话 真不知道怎么下台 不要紧 你是海哥的秘书 我帮你是应该的嘛 我的谎言啊 可以随时从嘴里蹦出来的 哎呀 我们怎么走 走得这么远了 你刚才不是说 在超级市场门口 等那个帅哥一起请他吃饭的吗 哇 你这么容易相信人家 这样很容易失身的 我刚才要不是电他一下 我们怎么会这么轻易的脱身啊 你看看 我的钱他都没收 哎呀 你真有本事啊 我的小聪明有什么用呢 像你这样才是女中豪杰呢 其实华哥和海哥他们老是称赞你 说你又能干又忠心 哎呀 我情愿要美貌 智慧有什么用啊 哎呀 扶一下我啊 哦 哎 你怎么了 啊 你的鞋磨脚啊 是啊 我穿惯了高跟鞋了 一穿平底鞋就出事 哎呀 我也是啊 你跟我一样脚皮薄啊 哎 胶不够不够啊 够了够了 呵呵 假脚的鞋呢 就跟那些低等的男人一样 不能要扔了算了 那大不了这样吧 我买双新鞋送给你 就算我谢谢你啊 哇 这怎么行啊 哎 你不用帮我省钱的 那我一个人挣钱 又没有什么人帮我花钱 好闷的 那我们真是相见恨晚啊 啊 啊 我一会儿呢 去新扑港你呢 我也是啊 我去找小安 她说有些衣服呢 很适合我去找工作 哎呀 这么巧啊 我也是到小安那儿去试衣服啊 我明天呢 要考新人 哇 我们简直太有缘了 既然同路的话 一起坐计程车吧 来 喂 很近的 我现在给你个花钱的机会嘛 哎呀 好了好了 走吧 这些衣服呢 都是从外国运来的货伴 姐姐说啊 你们喜欢哪件呢 穿穿都可以的 那真是谢谢你了 主恩 不用 哎呀 眼花缭乱的 我真不知道穿哪件好 哎 这件很好 你看看 颜色又漂亮又鲜艳 是不是啊 是啊 哎呀 颜色这么鲜艳 你穿吧 不是我穿 我是想叫你穿 啊 我 嗯 为这些衣服穿起来很精神呢 嗯 试试啊 哎呀 不行的 颜色这么鲜艳 嗯 哎 不合适我穿的 我还要招考新人呢 这样没有说服力的嘛 大神 你现在又不是七老八十 你穿上鲜艳的衣服 显得你更有精神 更有朝气嘛 嗯 要不过去看看那边的 嗯 是 看看这些啊 这件好不好 哎 哎哎 这件不错啊 你喜欢这件啊 哎 不是的 阿贵啊 嗯 你去面试穿这件好啊呀 你看 又大方又简单 如果是我招考你的话 就对你一定有个好印象 哎 一点都不好看 颜色这么素 一点都不抢眼 这件衣服啊 是紧身的 款式又好 穿起来啊 像一个行政人员呢 你试试看嘛 哎呀 你穿上试试吧 是啊 去面试不像别的试 如果你穿的太新潮了 人家会觉得你不够踏实 哎 怎么样怎么样 合不合身啊 看看 我两套衣服都很好哎 喂 你这套衣服呢 很配我刚才买的耳环 你带上看看 好啊 哎哎 我买了一条猪脸 你戴上看看 好不好看 哦 这么巧啊 嗯 很不错啊 看看 哇 姐姐是脱胎换骨啊 好漂亮啊 不错 哈 你这个人蛮可爱的 这还用说 你也一样啊 看你平时好像很严肃似的 原来你演这么好玩的 比那个呆头鸭好多了 什么呆头鸭 你说呢 荣先生 就是他喽 喂 是的好的 等一下啊 请问 我约了两点钟来面试的 你叫什么名字 吴方桂 你坐下等等吧 谢谢啊 哎 哎 怎么样啊 我差点以为是参远行政手掌啊 吴方桂 喂 你又帮大婶泡生茶啊 他骂人都不带喘气的 问我怎么今天来面试人这么差啊 这算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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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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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贵 哎 你 你 你找向海啊 不是 我 我是来 面试的 不可能的吧 依你这块料子也来面试 哦 有时候缘分是很难讲的 也许可以呢 嗯 依你这么高的条件 是不是面试的机会都不给我 假公祭司呢 不是我的专长 这看你的运气 嗯 哦 阿贵啊 面试的不是向海 是沈小姐 我知道 你会不会速记 我知道 不会 啊 哎 不过 录用以后呢 我马上就去学 我看没什么机会学了吧 嗯 喂 我们沈小姐要求很高的 我想这次 你就算找个经验吧 嗯 嗯 无方跪 啊 冷静一点啊 大门口在这边 鬼门关在那边 自己选 那我们两个打个赌吧 你要是输了 我就把你的大门牙 带头压 坐啊 你的学历不高 高中都没有毕业 只有一颗英文合格 你不会电脑啊 我教你啊 你不会英文啊 我教你啊 总而言之呢 过不了多久啊 我们的阿贵小姐呢 就成为商界的女强人了 哦 你们真情这个 没念过商科的干姑姑啊 那对那些念完名校出来的 就太不公平了啊 是啊 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公平的 正是一命二运三风水 谁让我现在红运当头呢 没办法了 可不是 除了运气之外 我真的没办法解释 大婶为什么会请你 你也别这么说海哥 大婶说呢 正好录用的信和不录用的信 弄错了 所以你不能不信 我和你公私有缘 所以我老说呢 阿贵是吉星 他的命好啊 我刚才打电话 谢谢沈小姐啊 他也说啊 不是给谁面子才请阿贵的 因为觉得呢 他有自信 还说将来再培训 一下这个人真的会飞呀 而且还会很杰出的呢 这一招呢 在武侠篇里叫什么 先将一个人的经脉震断 然后呢 再传授一些绝世的武功给他 这个 阿贵啊 那你没有造毒手吧 是啊 你摇摇手看看有没有事啊 是啊 当然没事了 那怎么说我和向海的家人 也是有点关系 所以大婶一定会给我一点点面子的 不过我有言在先啊 你别以为这是个铁饭碗 你有什么做错的 我一样公事公办 那你放心吧 我一定不会给你机会 炒我的 这里你打的时候 大婶啊 走吧 贺先生不喜欢吃早的 对了 订好了位子没有 订好了 对不起 不过我一会儿要去谈上海大石的生意 不能跟你去了 哦 那个贺先生很麻烦的 整天问长问短的 可惜我不能陪你去啊 我要去西环 上海 如果有事的话 打电话给我 我先走了 大婶你不去啊 何悠我不清楚啊 哎呀 容先生啊 你依赖我的习惯要改改了 不过不用怕 叫阿贵陪你去好了 他知道的 这个合约呢 是他打的 是啊 合约呢 我都准备好了 还有录影带呢 我也带着了 所以绝对不会出错的 是 谢莉啊 你有没有空啊 对不起啊 我要等刘太太 从大陆打来的长途电话 玉玉 你跟我去吧 不好意思啊 我昨天弄错了文件 现在正在补救呢 哎 如果微微运可以呢 我就不用再请个助手了 阿贵可以了 好聪明的 那上两次 我跟贺先生他合约 都带他去的 你不知道他多镇定呢 贺先生还称赞他呢 说他聪明又漂亮哦 那好吧 你跟我去吧 到时候别乱说话 贺先生 这位是我们公司的新职员 阿贵小姐 这位是家文建筑的老板 贺先生 哈喽 哈喽 这位是他的助手 菲尼小姐 你好 菲尼是贺先生的得力助手 好好地跟人家学学 是 哦 哦 阿贵啊 我见过两次了 这么漂亮的你助手 不可能不记得的嘛 我上次还送过他回家 哦 对了 我们的合约怎么样了 哦 合约呢 我已经准备好了 啊 贺先生 你先看看这份合约 有没有问题 哦 谢谢 谢谢 上次跟你谈的保险问题呢 在第三栏 对了容先生 用点水吧 啊 我来 我来帮你啊 哎 我来吧 好不好 啊 不要紧的 我住在大埔 所以我对这种事呢 比较有 有经验的 哦 哦 你们这些狗男女真的在这儿 你来干什么 你当然不想我来了 静悄悄的在这儿吃饭谈生意 你这个贱货 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男人呢 你不勾引勾引我老公 又搞什么鬼呀 你说呀 干什么 干得出来就不怕承认 你自己有老公还出来偷情 真不要脸呢 这里是大庭广正 你别胡说八道啊 我已经分居了 是你老公不要你的 也没有跟他说你要离婚的吗 你这个死东西当然不想要我了 所有的男人发了财了 都想要老婆快点死 喂 你身症病啊你 你别走啊 你给我说清楚 怎么搞的 啊 对不起啊 我刚才以为贺太太说的是你 我会回去检讨一下了 我这个人是不是你想的那么随便 我的意思是 我拿的是你公司的工资 我要回公司做事 来喝汤啊 好好好 阿琼啊 来用大碗喝 别剩下都吃了啊 哎呀 阿贵啊 你最近练打字 睡眠不足 累瘦了 这碗大碗的给你 好 谢谢啊 给你这碗小的 哦 好 谢谢 哎 对了 这汤是不是去火的 这菇啊 滋阴补肾的 焯烧饼说要熬给你喝的 阿贵 你是不是上火了 瘦得气多了 原来出去做事真不容易啊 莫名其妙的 竟受冤枉气 怎么你以前做外汇的时候 不用受气啊 哎呀 如果你炒的赚了钱呢 那些客人呢 都把你当成神仙 要是你亏了呢 就凭干姑姑的美色啊 一撒娇就行了 嗯 阿大师 阿贵这么漂亮 哪舍得骂他呀 是啊 嗯 话也不能这么说啊 只要你做错事 管你漂亮不漂亮 老板给你工资就能骂你 可不是啊 长得像我这样的女人啊 经常会被人觉得很随便 还冤枉你说 这样的漂亮就不用干活 谁那么缺德 这么说你啊 是啊 海哥 是谁啊 是不是清华呀 他准是怕多心吃醋 给你个下马胃呀 这又何必呢 阿贵是自己人嘛 你搞那些小动作就不是大丈夫的所为了 你说对不对啊 向海 嗯 对 是 是 啊 话又说回来了 海哥 阿贵的表现好不好啊 嗯 啊 啊 向海啊 啊 你就直说嘛 啊 啊 对 哎 哎 这么尴尬的场合呢 我想我还是进去给你们盛点汤 回避一下了啊 阿贵啊 小心一点啊 小心烫啊 海哥 干姑姑在公司呢 做事行不行啊 是啊 怎么样 怎么样啊 岂有岁 让你喝汤喝得那么开心啊 到底阿贵工作能力强不强啊 怎么样啊 他 他做的蛮 蛮尽责的 也很勤快 哦 也满听大婶话的 嗯 可以 算是 知耻近乎勇吧 哦 怎么样怎么样 说完了没有啊 对了 海哥 那你给我多少分啊 哎 不过还是别逼你了 来 喝碗汤吧 嗯 谢谢 别客气 怎么样 这锅汤 好不好喝啊 怎么了 怎么了 是要来啊 你是不是锅汤呛住了 啊 不是 海哥太虚了 你趁热喝 别枉费了善意的一番好心 哎 向海啊 怎么拉你啊 哦 没 没 没事 这碗汤真是 好好遮骨 哎 哎 我说别坐向海的顺分车吧 弄得这么晚 回去一点了 我想海哥 反正也要送他们两个 那就顺便送送我们呢 谁知道弄得那么晚 你们也别这么说向海 他拉了六次了 光是上厕所 也要花不少时间的啊 哦 海哥 我真不明白你吃错了什么 我们大家都吃的是一样的嘛 怎么你拉了这么多次啊 这可真是难说了啊 正是病从口入或从口出 喂喂喂 上海 喂 开快一点 我的肚子也几里咕噜的 好像不太舒服 怎么 你也吃错东西了 下海 有个交通警跟着你呢 哎呀 他还叫你停车呢 哎 这次转押扣分了 哎 哥 你放心吧 只要阿贵竹马 电一电那个警官说两句好话 就没事了 阿贵 麻烦你把交照拿出来 算不好意思啊 刚才开快了 给我一次机会吧 阿贵 出操 你活该 刚才叫你收油门 别开那么快门 就是不听 我告诉你有警察跟着我们吗 你还笑阿瑟 说他烈火战车 头重脚轻 随时会翻车的 瑟儿不是 我没说过什么呢 你刚才还说瑟儿是笨蛋呢 看着你们都追不上 喂 不是阿瑟 他他胡说的 他他喝醉了 你活够了你 现在告你抽筹驾驶 等着上法庭吧 麻烦你下车 做个酒精测试 我找到谁 喂 喂 唐医生啊 该起床了 小懒猪 好多病人等着你去医治呢 不过好像每天早晨 你都是我的第一个病人 你不吃我开的药 你就上不了学 什么啊 你无医德无心出诊啊 你没得救了 这辈子注定要吃我的药了 对了 你今天不是有个介绍吗 准备好了没有 我昨天晚上念到三点多 应该可以了吧 希望教授问我的时候 不会哑口无言了 怎么你的客心 不是救我一个吗 你好讨厌啊 对了 你今天和夏海 去打网去的衣服啊 球拍呢 我都帮你放在那个袋子里了 还有啊 那次我看见阿家用的毛巾呢 我也帮你买了一条啊 你看你 你一族身陷了 哎呀 我现在真的要走了 我才不理你了 我要上学了啊 别生气了 大不了这样 中午我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我去陪你吃午饭 想吃什么 嗯 好啊 那我要吃三文鱼了 鰂鱼饭要多放点汁 行不行啊 那好吧 记着不要老想着我 我怕你没心情上课 我真的好想你啊 你太重要了 拜拜 你又没记心了 就这样拜拜啦 我想试试你记不记得 拜拜傻猪 这样就对了 傻猪 拜拜 那你别忘了穿件内衣啊 现在秋风起啊 暖很多的 内衣呢 就要贴身 我呢 就缠身 啊 要拜拜啊 哦 是 要上班了 就就这样了 你真没记性 嗯 好了 就这样了 拜拜 干什么啊 用这种眼光看着吗 阿猫舌跟我说什么 你知道吗 当然知道了 那上人舅舅最后一句是不是说 亲戚您傻猪 拜拜 是不是啊 你怎么知道 是女人就喜欢甜言蜜语当早点的 而我和上人舅舅的甜言蜜语 就被你们的女权霸占了 你们男人就说这是霸占 我们女人呢 就说这是关心 是不是啊 你以为是男人就有资格叫我傻猪的吗 要是我不疼他 我才懒得理他呢 那怎么看呢 你和阿雪也是不同 是吗 那上人舅舅呢 就完全死在你的手上 而阿雪就跑不出我的手 所以说我母子俩是天生的杀手 不过就不用洗手了 吃早点了 不洗手 这傻猪又要打来了 喂 又嫌我了 喂 李深 是我呀 雷贝卡 哈喽 不好意思 不过我的心情真的很伤心 我想找人陪我聊聊天 你可不移到我家来陪我吃早点呢 我现在要赶着回医院 我想不太方便吧 我 他们都在美国回不来 我的好朋友都没了 我很害怕 没人跟我聊天 你没共吃早点的话 那就吃午饭吧 下午茶好不好 我今天有手术 我不能陪你了 拜拜 我等一下 接着老心 去哪里 whatnot 我先勿弹你 Tiny 来 陛生 昨天跟阿雪通电话收到天亮啊 还是她把你的魂给收了 还没还给你啊 你的毛巾很漂亮啊 是吗 阿雪买的 你把生意关掉了 有电话找你 不听了 不是医院打来的 我上午放假 怎么 跟阿雪吵架了 不是 她看见我生气不吭声呢 就已经心软了 怎么会吵架呢 对了 湘海 是隔这么久了 你有没有想过双双会找你 为什么这么问 通常男人对以前的旧爱 就好像这标普至本的 秦南杂政一样 很难根治 女人有时候 也爱找她以前吃过的药 没什么 随便问问 瑞贝卡找过你 没什么 她刚从外国回来 她的朋友有事不开心 想找我吃早点 我已经推了她了 林医生 你和瑞贝卡之间不能再拍续集了 我知道 不是所有的续集都有好结果的 但是 别但是了 你现在没讲一个但是 都是在帮自己找一个借口 阿雪对你这么好 你的事业又上了轨道 不要再想瑞贝卡了 瑞贝卡和双双不一样 双双那个人认真心眼又好 如果她要是有事的话 我一定会帮她 因为这辈子我都欠了她的 但你和瑞贝卡不一样 当初她怎么对你的 你忘了 我明白 阿雪对我这么好 我不会做对不起她的事 你现在打的电话未能接通 请你稍后再打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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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屎 原来你在这看小妞 还看这么小的 我不给你织毛衣了 别玩了 你看这个小妹妹多可爱 穿着一件温暖牌的毛衣 骑着脖子 我记得阿雪小的时候也喜欢这样 骑着我的脖子 求我带她去溜冰 可惜后来跟Becky以后呢 就没有这种画面了 现在老T爷不是又让女儿跟着你了 如果你想补偿的话呢 那我教你织帽子 织袜子给阿雪 不用了 我女儿又被你儿子拐走了 我这个老爸降了极了 现在又吃历生的醋了 那倒不会 虽然她拐走我女儿 我赢得她妈咪 还赢得很彻底呢 简直是压倒性的胜利 那现在论好要学织毛衣 这里有两个颜色 你要哪个颜色 一个织给你的 一个织给阿雪的 哇 这么细的毛线 想织坏眼睛啊 不要了 别织了 难道真谈你儿子是医生 看眼病不要钱呢 不要紧 我的眼睛比射灯还明亮 而且我老了 就算看不见 也有你牵着我吗 那倒是 小姐 麻烦你帮我把这个 诶 这不是Banana Rebecca Ten 哎呀 金氏集团独女 与美国小镇玩空中跳伞 同今三名好友黎娜 金丽颖一人生还 哎呀 这么大的货 哎 去 管我们什么事 他和立生已经分手了 不过润河 我们最好回去 只字不齐 尤其是在立生和阿雪的面前 我不想有任何事影响他们俩的关系 立生 喂 想什么呢 走到这么近都看不见我啊 想我想傻了 我肚子饿 饿傻了 哎呀 当初说想我的是你呀 现在我来陪你吃午饭啊 你又变心了 你又说什么呀 快吃吧 肚子饿了 哇 好香的余生啊 人间极品 你每次都这么说 那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个人专一吗 对了 今天这介绍怎么样 又被人问得哑口无言 别提了 那个教授多奸哪 你知不知道 他说我怕什么 只看见自己介绍的那一页 于是他说呢 以后我要抽名笨 以后呢就人人怕堂堂怕 这么惨 是啊 我最怕那种勇武休止的痛苦了 这样吧 傻丫头 不错 以后有这科呢 你就来找我 我来帮你补习 那 这可是你说的 今天晚上陪我打论文 又中计了 跑不了了 是啊 怎么这么不小心 车尾箱有水 我去拿 好 谢谢 这个傻猪啊 电话都不开 喂 喂 你找谁呀 谁呀 不知道啊 没声音 打错电话吧 谁 谢谢 你干什么关上电话 你不怕医院找你吗 今天我休息嘛 没人找我 我来陪你吃饭 我不想被人骚扰你 傻子 人家要找你的话 就怎么也能找到你的 哇 神手琪琪啊 你好棒啊 大姐还能一边看电视 一边织毛衣呢 何止啊 还可以一边吃东西呢 你别笑我了 雕虫小技嘛 雕虫啊 雕虫我就不会了 捉虫我就会 姨妈 你织得那么好 教我织啊 哎呀 阿雪 居然跟着立生 叫润善姨妈了啊 那阿雪嫁给立生 当然叫润善姨妈了啊 我想呢 你叫姨妈帮你织一件婚纱 她都义不容辞 好好好 那还要许儿媳妇呢 阿雪啊 阿雪啊 你叫大姐姨妈 那就应该跟着立生 叫我妈妈了 叫一声来听听啊 不是的 你们听错了 我没说过 对了 我到里面去收拾一下 我待会儿呢 要到立生那儿去打论文 傻丫头 你先看 那一人一半吧 一针高啊 一针低 P呢就是高 K就是低 就这样 又P又K 这不是太乱了 我记不住那么多 哇 你看看 支了一下午才支了几寸 大姐啊 你就好像机器一样啊 哇 这多快啊 我看你上辈子一定是个知名 你以为织毛衣这么容易啊 珍珍啊 都是心血 这就叫熟能耕巧 我们全家呀 所有的温暖牌呢 都是润扇一手包办的 妈 吃个苹果吧 今年呢 新青绿色的 你儿子我穿上以后会很帅的 你可别忘了呀 不不不不 你要穿上就让久安织 妈妈织的围巾呢 是给我送外面用的 我那么辛苦 为家里赚钱啊 我是你的栋梁 你知不知道 你要那么长的围巾干什么 你要脖套不就行了 小安又欺负我了 你们两个不要这么肉麻了 也不怕人家笑话 你们两个再这么撒娇 也没有用了 要排队呢 我是排第一的 我要穿件蓝色的 你记不记得你说过 我这个人呢 穿蓝色是最精神了 好了好了好了 一个个的别争了啊 毛衣我也会织 不过呢我要只给向海 好险小军阿穷 之后才轮到你们 我没听错吧 穷姐上榜了 可不是 荣医啊 你最近呢 处事的方法呢 继二零三的很耐人寻味啊 喂 向海 我看你要给荣医 画个医生了 不用了没事 对 荣医呢 就对所有的人都那么好的 以前呢 蜡霞熊了 是啊 嗯 哎 对了 喂 你们干什么啊 今天的报纸有很多好看的 你们两个一直在看报纸 上人舅舅和立生啊 还没说过话呢 呃 不是 不是 对 上人舅舅 你看什么啊 一直看着我 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哦 呃 没什么 最近好像有点老花 看东西真是远点好像清楚一点啊 哈哈 是啊 我们一家人这么开心 怎么会轻易地出事呢 那得看看什么时候有空 到我医务所查查吧 哦 好好 走不走啊 唐医生 你答应过我帮我打论文的 嗯 既然女朋友说了 怎么要打 嗯 嗯 猫使啊 别这么紧张啦 历生已经变了 爱上阿雪了嘛 他不会又记住那个banana的 希望如此啊 我就怕到时候不只打论文 还要打人哪 你这个良友啊 你这欠打呀 啊 你以为我睡着了 就偷偷地躲在被窝里擦药油啊 哼 我这假装睡着了一直看着你 怎么了老爸 你风湿饭了还是不舒服啊 是啊 老爸 你不是教过我脚底按摩吗 来 我帮你啊 什么事啊 他呀 老毛没有饭了 没得救了就快死了 哦 不是吧 老爸 你别吓我啊 我还有隔一天陪你喝茶沉韵呢 哎呀什么事啊 文君 你要不要 用死来撑我呀 真是 我只是偷偷地吃了两口笋嘛 有什么了不起啊 哎呀姑爷啊 你自己知道自己的事吗 你知道吃了笋你会过敏的 那就别吃了 谁让我的嘴 那么馋哪 男人哪 就这么贱骨头 哎呀 明明知道送死都要去 你呀 又伤了救患 一发即死了 你真不是好歹 那么好的笋摆在你面前 你忍不住吗 忍不住啊 就因为忍不住才害死人哪 别以为好吃了就是好东西 妈送给你碰的 我才不要呢 文君啊 你真是没心开呀 刚才骂得我狗血淋头 现在你一句话就开夜场了 那你跟我又和好了 哎呀 这个世界呢 什么事都很难讲的 就像今天早晨似的啊 阳光普照 现在天黑了就狂风暴雨 在这个狂风暴雨的晚上呢 打麻将啊 就是最好的娱乐和消遣了 别说了啊 打吧 我又痒了 你们两个别再吵架了 真是的 我和猫师啊 不睡觉陪你们俩打麻将 就是想帮你们俩和解呀 可不是 傻瓜 我们这两个老东西啊 感情是牢不可破了 你以为像现在那年轻人哪 十个里边有八个情不专一啊 一脚踏两船哪 不会这么儿戏吧外婆 她说的是那些思想开放的年轻人 冰雪和吏声是不会的 是不是啊 是是 他们两个就连打论文都差你在我左右 说什么也不会散的了 怎么累不累 我帮你打 不用不用了 你比我打得慢呢 那好了 我去给你冲杯蜜糖咖啡 不用了 普通的咖啡就行了 没有蜜糖了 你对了 应急放假了 我去买 不要了 这么大雨 我还是去买一瓶吧 我怕你累病了 那你开车小心一点啊 嗯 别忘了开电话 找不到你啊 我会害怕的 好 嗯 谢谢 买那么杂志先生 那位千金小姐真是命大 四个人敲枪了伞 就她一个人生存 哎 看着自己的朋友一个个的死去 患得是我也会精神崩溃 rebekah在吗 哦小姐在房里一天也没出来 不知道干什么呢 嗯 唐先生 小姐呢 在房间里 rebekah 小姐 rebekah 开门啊 rebekah rebekah 开门啊 开门啊 rebekah rebekah 开门啊 rebekah 开门啊 小姐 rebekah 你真傻 一个人在这淋雨 我想死 我看着他们一个个的死去 只有我的降伞没事 我又救不了他们 我真没用 这么大的事你这么不早说 有什么用啊 你现在是人家的男朋友 你女朋友找你了 走吧不用管我 Rober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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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你为了爱而进行 我有我赞借的你 来面对我的生命 来面对是这般去像流星